你好欢迎收看6月16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由于副理乡某乡长候选人的造势活动上 助讲者当众抨击议员阻挡提案审议 诱人煽动群众 请民众对严审的议员一人一通电话要打爆议员服务处 而此举已经引发负面的连锁效应 许多过度激情的乡亲已经开始打电话给议员 口气还有用语都相当激动 甚至在社交软体上不断的传梗图来攻击特定的议员 记者会中表示对于花联县政 健全发展以及提升执行成效的初心 始终不曾改变 在第一次的定期会当中 县府对于审查资料提供的不完备和蓄意的回避监督态度 是造成了审议效率延迟的主因 有一些比较不清楚的议员可能需要 县府国民多了解多说明 那比较清楚的甚至都没有意见 也就都通过了 那并不会有所谓的故意拖延严审 那也在这里郑重的澄清 那另外我想针对县府 县府应该是我们的最高县里面的行政单位 那议会是最高的监督单位 我希望也代表我们议会这边来说明 希望县府应该对于他所有的施政能够加以说明 而不是来用攻击的方式来指责我们本会的议员 那我想尤其在讲说要一人一通电话 来打爆这个议员 那这个是被造成民众非常不理性的行为 甚至已经有收到这样不理性的电话 我想这个是对整个县政跟议政的这个相处 并不是一件好事 花莲县议会并指出 议员的职责是在勘紧纳税人的每一分前 如果不是议会议员认真负责的审查议案 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细节疏失如何能一一曝光 以国发会合定补助办理110年度地方创生 公有建筑空间整备活化补助 回南永续未来市 以及回南议将创生馆一案为例 由于县府与专门的地方创生携手团队合作 得到经费后再来进行资源的分配 等于是借县府的地方创生之壳 行黑箱作业支持 花莲县议会表示 由于该案疑点重重 经大会表决后才予以删除 112年度花莲县有机农业生产与验证辅导计划案 尚未审查并非阻挡提案的审议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